《马斯克传》这本书 真的是我看过最好看的传记之一 这本书它真的是巨细迷移的 把马斯克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它大到商业斗志 然后臭骂员工 还有这种血汗的工作文化 小到那种吃饭睡觉 叫员工半夜起来上厕所 你会觉得说自己就很像是 他的贴身助理一样 然后可以看透一切 如果你喜欢马斯克的话 这本书必看 那如果你讨厌马斯克的话 你会更爱这本书 那关于这个马斯克的传记 已经有很多本书了啦 那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本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这本马斯克传的作者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华特·艾萨克森 那这位作者他最知名的作品之一 就是贾博斯传 好他的写作风格呢 就是很深入 而且包含了全面的研究 他的传记作品呢 就是融合了很多 很详尽的这种事实调查 跟深刻的人物洞察 而且呢 他还能够将这些 复杂的科学技术跟商业策略 还有被他传记对象的人生故事 跟他们的性格特点 呈现的就是很精确 又很富有这个叙事张力 那为了写这本书啊 艾萨克森哦 他就获得了伊隆马斯克 他本人的同意哦 贴身采访他整整两年的时间 那书本里面呢 他就包含了跟马斯克本人很多次的深入面谈 还有呢 跟他的家人啊 朋友 同事 还有一些商业竞争对手的采访 那除了平常在媒体上面报导的故事之外 这本书里面哦 有太多都是那种第一手的内幕消息 是你在其他地方绝对读不到的 而且啊 马斯克他本人并没有审查过这本书哦 他是直接放手让这本书出版 所以这本书里面呢 所有的内容跟状态都保留在最原始 而且真实的这个情况 那么举例来说啦 这本书的真实性 到底有多夸张呢 其中啊 就有一位网友 他在读完了这本书之后 针对其中一个段落 他到推特上面去留言 竟然是引来了马斯克本人的回应 好 事情是这样子的哦 在这本书里面呢 有一个段落 他描述到说 好莱坞女星安伯赫德 她为了去讨好马斯克的开心 她特地cosplay 变成了电动游戏 斗争特工里面的一个电玩角色 叫做慈悲 可是书本里面 并没有附上照片 因为有图才有真相嘛 所以网友他就在推特上面去贴文 就说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结果马斯克本人 竟然就自己转推了那一个推文 然后呢 把安伯赫德 cosplay的那个原始照片就放上去了 那因为我自己也有玩过那款游戏 所以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 简直是下巴都掉下来 因为那个cosplay的还原度 真的是太高了 超级像 所以书本里面呢 就很多包含了这种 第一手的内幕消息 包含很多是马斯克自己透露出来的 还有其他员工啊 亲友啊 偷偷爆料的事情 而且马斯克啊 他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还会在深夜的时候 传讯息给这本书的作者 给他诉苦 就是说 让我们看到了 他曾经当上世界首富 可是他心里面 究竟是经过了哪些挣扎 那么我接下来要谈一下 像是马斯克这样子的狂人呢 他要能够做到世界顶尖 要可以突破传统框架 那他们在个性上面和行为上面 都有这种异于常人的地方啦 那在台湾的话 我们就会很喜欢用 冠老板来调侃一些 就是老板很讨人厌的行为嘛 可是马斯克在这本书里面 表现出来的样子 根本可以被称为是 恶魔老板了 书本里面就提到 驱动马斯克疯狂工作的 一个终极目标 就是啊 他想要让人类变成一个 可以化行星的一个物种 让人类可以移民到其他的星球 去保留我们人类的意识跟文明 像是他创办的SpaceX 就致力于开发火箭跟太空船 为的是实现火星殖民 那他经营的这个特斯拉电动车公司呢 是为了要打造这个 可持续性的这种能源技术 那他的Neuralink这个公司 正在开发脑机界面 要保留我们人类的意识 我们会发现他设定的这些都不是普通的目标 他要的也不是普通的员工 他设定的是一般人一辈子可能都难以想象的远达目标 是每一个产业都曾经觉得不可能的那些目标 那为了达到这些目标 他对这些员工跟主管的要求 总是极尽严苛 把他们压榨到最极限 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点没有人性 像是当这个特斯拉的Model S 这个电动车开始要生产线要加速的时候 马斯克就写了一封信给员工 很清楚的说明他自己的信念 那个信的标题叫做超级硬派 Ultra Hardcore 他信里面的内容就是他一贯的风格 他就这样写 请做好准备 你们会承受比你过去大多数经历过 更为强烈的这种工作强度 玻璃心的人是没有办法颠覆产业的 所以他很喜欢创造那种戏剧性的事件 还有那种很急迫的感觉 让人家感受到他是一个在战场上面作战的将领 像是在1995年 他就直接睡在他的第一个办公室 ZIP2这家公司的地盘上面 在2017年的时候 他就睡在特斯拉电池工厂的屋顶 在2018年 他就睡在特斯拉组装工厂的这个办公室桌子底下 就连在2022年他收购推特的时候 他同样也睡在公司进行大刀阔斧的这个改革 那马斯克他本人就向作者坦诚说 并不是因为真的有必要睡在那些地方 但是他如果希望说留下来的员工都跟他一样硬派的话 就必须让他们亲眼见证一下自己有多么硬派 那书里面就有提到说 每当他成功的时候 他却会觉得坐立难安 他就会自己制造那些戏剧性的事件 他就搭乘他的私人喷射机四处飞行 设定一些不切实际 而且没有必要的最后期限 像是电动车的自驾日 新建计划 太阳能的屋顶 汽车生产地域等等的 他会猛拉警报 然后强迫所有人不分昼夜的全心投入到某个任务当中 他是一个永远闲不下来的人 永远在推动所有人疯狂前进 他会从其中一家公司里面去找到一个问题 然后就把他变成危机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人会受不了他 很多人会被他逼退 也有很多人跟不上这么疯狂的工作节奏 在他身边工作的人 其实就像冥洗餐具一样 会快速地被更换跟淘汰 在书本里面 你看到大部分的员工跟主管的人民 其实你都不用特别记起来 因为你很可能再翻个几页 就被马斯克给开除了 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不尽人情 为什么会表现得这么像一个混蛋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看了 他其实是一种缺乏同理心的待人处事 书本里面就从作者的幼年时期开始讲起 我们可以看到马斯克他其实患有一种叫做 亚斯伯格症候群的症状 他有那种社交障碍 他缺乏同理心 他平常是很天真的 他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辟语 他的肢体动作有时候会不太协调 可是他对于特定的事物 会出现一种很过分强烈的兴趣 那么再加上他的父亲 对他的这个很恶劣的这种教养方式 总是对他恶言相向威胁利诱 这个对马斯克他后来的待人处事 甚至是他跟伴侣的亲密关系 都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么书本里面就提到了 很多这个马斯克缺乏同理心的故事 像是其他的工程师可能下班回家之后 马斯克就会把他们正在写的程式拿过来看 然后自己重洗 那由于他天生就没有同理心 他不知道说公然去修改别人的东西 会破坏彼此的感情 他也不在乎说自己这么做会有什么影响 他就有点像贾博斯 他毫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冒犯了 跟他自己共事的人 或者说让人家感到害怕 他只是一心一意的 想要驱使别人去达成不可能的任务 那么另外啊 我们在企业界会很常讲一个观念 叫做这个心理安全感 有助于增加团队的表现 可是马斯克他只要一听到 心理安全感这个词 他就会发出一个笑声 就很鄙视这个东西 他很厌恶这种想法 他认为说心理安全感呢 就是急迫感、进步跟速度的敌人 他更喜欢的就是硬派这个关键字 他说不舒服是一件好事情 是对付自满的武器 那相反的 度假、鸟语花香、生活工作平衡 这些东西都不在他的字典里面 马斯克他一点都不在意 是不是可以跟别人好好相处 他更在乎的是 能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 那像是有一位主管 就向作者透露说 马斯克他愿意为了他的使命 投入他的全部 所以他也会期望别人跟他一样 那这样子是有好有坏 你会发现说自己 只是他用来实现远大目标的工具 有时候能够这样子备用就很不错了 可是有时候工具会损耗 所以马斯克就会觉得 直接换一个新的工具就好了 那书本里面 你就会不断地看到 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 马斯克他认为说 追求舒适跟休闲生活的员工 就应该离开公司 这也是他在整顿公司的时候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把废物从系统当中清理出去 那为了达成这种看似不可能的目标 推动人类科技的快速前进 这种对待别人的方式 是迈向成功的一种必然呢 还是偶然呢 作者在书里面就引用了一句 很有意思的访谈对话 他说如果这个世界 为了要达成这种成就 必须付出某种代价的话 也就是得有某一个真正的混蛋 去达成这种成就的话 那或许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吧 或许说在过了几十年后 我们一起回头来看 我们可能会很庆幸说 有这样子的恶魔老板 在推动着科技的前进 可是我们又同时很庆幸说 自己不是身在其中 被无情对待的那些员工 所以我认为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学习 也根本不需要去学习 马斯克这个人的个性 跟他代人处事的方式 但是从这本书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一个 很宝贵的做事情的方法 接下来就来谈一下 我认为马斯克他值得 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 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马斯克他的公司 之所以能够颠覆产业 他背后其实有一个 很扎扎实实的 做事情的方法 马斯克把他叫做 演算法 The Algorithm 那这个方法呢 是特别值得制造业参考 像是以前呢 马斯克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一个 自动化流程的信徒 他要求一切的事情 都一定要自动化 可是呢 你盲目的追求自动化 虽然说可以节省人力 却导致生产线的效率 会变得比较低落 所以后来他就开始寻找一下 生产线上面那些 导致耽误的区域 他尝试着去移除自动化 看看是不是可以加速生产 他就强调说 你一定要等到整个 生产线的流程设计完成之后 你质疑过了所有要求 你删除了不必要的部分之后 你才能开始导入自动化 那这个方法就是被称为 演算法的一个设计步骤 他说呢 有以下五个步骤 我们可以来依序照着做 一个叫做 质疑每一项要求 每一项要求呢 他认为都应该附上提出 这个要求人的这个人名 任何来自这个部门单位的要求啊 例如说法务部门啊 安全部门啊 你全部都应该要先拒绝 你们必须要知道说 提出这项要求的人到底是谁 不论这个人有多聪明 你们都要提出质疑 因为聪明的人提出的要求 通常是最危险的 那也因为啊 其他人通常都不会去质疑 那些聪明的人啊 所以说这个他认为 一定要提出质疑 即使是马斯克本人 提出的要求也一样 然后想办法把这些要求 变得更聪明一点 第二个步骤叫做 如果可以的话 删除任何零组件或者是流程 因为之后啊 你可能会需要说 重新把一些删掉的东西加回去 但是事实上啊 如果你后来没有重新加回去 10%的话 代表你一开始删的还不够多 所以书本里面就会看到 有很多被直接删除掉的项目 事后被证明说 虽然要加回去 可是呢 这没有关系哦 至少你已经删除了 其他90%不必要的流程了 第三个步骤 简化跟优化 完成第二个步骤之后 你才能开始做这个步骤哦 因为这个时候啊 你要简化跟优化的对象 就是那一些真的太重要 必须被加回去的流程 或者是那种 原本就已经存在 不可以被删减的流程 有一句话这么说嘛 方向正确 努力才会兑现嘛 然而啊 最常见的错误就是 去精简 或者去优化那些 本来就不该存在的零组件或流程了 那接着是第四个步骤 缩短周期 他认为所有的流程呢 都应该要缩短时间 可是前提是你 必须完成前面三个步骤 他就举例子啊 像是在特斯拉工厂 他们的错误就是 一开始花太多的时间 在加快流程了 那后来才发现 有许多的流程 根本就应该被删除 根本不用去加速 那么最后第五个步骤 才叫做自动化 这一点必须放在最后 他就坦诚说 自己在特斯拉工厂的最大错误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想尽办法 要把所有的步骤自动化 可是事实上啊 应该要等到最后 所有的要求都被质疑过 不必要的零件跟流程 全部被删除了 所有的漏洞都被解决之后 才开始自动化 那这一套叫做 演算法的这个过程 就是必须要 循序渐进的执行 把公司的资源跟精力 放在正确的项目上 除了真正需要的 其他的统统都丢掉 这个也是马斯克 他能够把有限的资源 用来解决看似不可能的 巨大问题的根本的方法 那么最后啦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自己是觉得 马斯克传这本传记 绝对是值得一读的 我认为有两个关键的特色 第一个关键叫做 这本书很立体 第二个关键是 这本书很详细 好 首先第一个我要讲的是 他的立体 指的是啊 对于马斯克这个人物 心境的一个描述 我们会知道说 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很莽撞的 很勇于冒险 有话直说的大男孩 我们也会看到啊 他的家庭跟他的亲密关系 是如何影响了 他的性格跟他的思考方式 他在这种恶魔老板性格的背后 是对远大目标的追求 他经常引起争议的那些发言 背后其实是他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 跟普通人就有着根本的不同 那么这本书的详细 我指的就是说 作者在这个厚厚的 满满的这个八百多页的巨大篇幅里面 用第一手的资讯 搭配优美的文字 还有深刻的见解 详细的讲述了马斯克的一生 我觉得读这本书就有点像的追剧一样 你一旦开始读 就会舍不得放下来一个接着一个的追 那这本书除了谈马斯克 如何影响我们的科技进展之外 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脉络的一种忠实记录 如果你喜欢马斯克的话 我觉得这本书必看 你会看到一个狂人的诞生跟他的茁壮 体会到他一生中所有的爱恨情仇 那如果你讨厌马斯克的话 你会更爱这本书 你会看到啊 他之所以会表现出来这么混蛋的原因 以及呢 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些内幕消息 我认为这本传记就展示了一件事情 理解就是认识一个人最好的方法 OK 节目到这边呢就近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金句 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哪些后悔 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念书吗 当初没有跟暧昧的对象告白吗 后悔真的是一件坏事情吗 还是我们误会它了 欢迎你前往另外一本说书 后悔的力量 我会跟你分享一下 为什么人类会后悔 后悔又有什么好处 我们可以如何去转化 让后悔发挥它真正的力量 flour